總之就是對著龍門怎麼也射不進去 你有沒有看這場面? 當然沒有看 不知為何很睏 可能看了幾天後就很睏 如果我看還得了 上半場打算坐好粒錄開杯麵 準備收錢 竟然坐到尾,2比1,真是恐怖 足球也是古古怪怪的 巴塞又輸半個盤 最後1比0壓尾 也算是頭威頭勢 巴塞我有看 你有看嗎? 我有看 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3點多才開球 我看了5點多 我真的看得睡著 不關他夜事 其實這對球真的沒得救 你覺得巴塞也沒得救? 那個是12馬來的 1比0 根本上他們不應該贏得到 是嗎?這麼嚴重? 都不知道這對是甚麼球 穿著對巴塞的球衣 現在就在聯賽排第8、9 看看沙維有沒有救 我對沙維有信心 希望可以救回這對球 那個問題是 你踢這個踢法 以前十幾年前看巴塞 他們是到處走來走去的 現在是全部站定的 只打橫猜 你只打橫猜 你又不走位 猜來猜去就只有猜子 好像阿仙奴 或者現在的曼城 你很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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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巴塞都可以穩妥買下盤 是巴塞真的可以買下盤 我的足球都不可以 上一次我們馬介紹四隻 都只有一隻PACE 真的剛剛好 還有嗎? 沒有沒有 你再介紹哪隻 我們剛剛好 沒有了 好像還有一隻PACE 沒有了一隻 我檢查了 是嗎? 你沒有PACE嗎? 我沒有PACE 因為我們講的精神威 我們沒有要到 天使那些 就是腳了 我就叫大家買羅庫泉 真的慘 羅庫泉 已經說了叫大家買羅庫泉 都沒有買到 你沒有買 我中了精神威 但是精神威 都是有點僥倖的 因為嘉應之星脫了腳 如果不是和他一起放 應該會燒死的 你看他其實跑2000米 其實你脫了腳之後 蔡明兆已經很快 就拿回馬去控制 為什麼不及早上去前面 而令到步速27秒多 26秒多 25秒多 就算不脫腳 他也不會剷一隻馬 所以根本上就會慢慢回來 還有最好笑的就是 最後一枕飛 大家都知道開一個極猛的步速 因為最後落飛的三隻馬 就是精神威 嘉應之星 還有那隻龍骨飛羊 龍骨飛羊簡直很好笑 你知道其實如果外面有賣酒地 是可以買到入籍牢 你看完頭三段去到800米 你已經知道熱門全部走機 神經病 你這樣放 難道你夠精神威爆嗎 精神威不是2000馬 你怎會夠1600米的馬爆呢 哈哈哈哈 即是大家看票 我那天最後落飛三隻馬 我就買了60元鐵三角 中了一條Q 原來那隻三重彩也是三隻馬 我就買了一些精神威 然後很慶幸 那天贏了一些 這陣子馬就開始順一點了 看看星期三的情況如何 好了 再努力 因為沒有贏了 希望這次有贏 我也可以的 唯一能夠研究得到的就是 當你看到一隻嘉應之星 這樣能夠跑到第二 嗯 之後好像那一場高東尼也有個研究 是 那你尾場還不省省定定去研究加州星球 沒錯 你看到那一場馬真的 我研究了下去 是 我又不知道為何神推鬼用我買龍骨飛羊 我單研究 哈哈 那你也好 單研究1.1 你真的非常神推國 你尾場還中加州星球 然後去到第九場跑的時候 第九場跑的時候 我沒有買到 我和我老婆去吃烏冬 吃完烏冬之後 我就買了 真的是研究加州星球 是 都尚算保得住 就是把剛剛好的那些 還有那些 那個叫什麼 把剛剛好 和神龍區那些損失 就追回了大埔 神龍區又亂來 神龍區放頭 神龍區走去放頭 你真是神經的 這些事情真的不要說 不過沒有辦法 正所謂呢 得瑟好耳衰回首 輸回一點都可以 或者贏了一兩步 神龍區應該還有 看這隻馬 這次不放頭 爭但是他都明顯 不是想要的 神經的 我都忘了 總之那天有熱門 大部分的馬都是熱門 那天很少有大熱門 和刺熱門一起燒焦 你看到大刺熱門 很少能入到Q 但是也有第三 那賽果就是偏向感 另一件事就是 描賴得 實在已經輸了很多隻熱門 是 我都輸到都不想買 描賴得 還有何濟 你不要看他 贏金槍60號很厲害 贏四季起很厲害 其實何濟也輸了很多熱門 當然 輸了沒有氣 不要提 最有幾個馬房都幾年人失望 第一個就是描賴得 第二個就是蘇惠賢 蘇惠賢的馬好像每次都很差 但是每次都不太行 糟了我這次又選蘇惠賢 是嗎我這次又選描賴得 富貴險中求 看看情況如何 我選霍利士 這次是八場草地 這次是C加3 跟上次的C蘭 C蘭有少少有一堆 就不同了 C加3上次10月31日 除了有五班馬 還有大長途神龍區 神龍區很厲害 那天大家記得是跑谷草日馬 還有1650米大部分都是放在前面的123名走的馬 是贏的 嗯 所以就除了看我們要留意我們介紹的馬之外 留意放途馬 沒錯 那首先我選了第一隻 你先 第一場就是選了八號 鹽鹽元帥 剛才我說過 是第二場來的 是第二場就是鹽鹽元帥 八號 莫雷拉塞翰 終於莫拉騎回來 其實每兩次出場 他都是有追的 嗯 都跑到五六名 其實之前都是嚴短的 今次終於 就 八號變成莫雷拉 沒辦法 這樣就要買 OK 那這次現在是48元 48元 那我相信到時候就沒有48元 可能下了一些票 可能三十多元左右 但有隻儀昌勇士幫他頂一頂 應該都是三倍都應該會有的 是 應該這隻馬都是三甲挺穩的 因為其實莫雷拉騎 你未必留到後 而且這次的檔位也好 他之前經常有十當十四當 其實是你焗留的 那這次有機會可以不用留那麼後 可以守住在中間 那你最重要放在前面 你去到轉彎的時候 那個彎急你早點發力 OK 那每一次都是 德莫雷拉 在一場馬裏有票 或者其他實力馬 我都會看看田太安騎是哪一隻 那今場我就看到田太安騎是競力威龍 大家留意一下 買一條兄弟 也是這樣 競力威龍也是有些班底 還有其實我自己覺得 最近那六七次賽馬最穩定的 蓮馬斯是文革良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有些的 對 大家可以留意那隻競力威龍 好 我第一隻提供的就是二綿綿綏 好應該到我了 第二隻我提供第四場 我就要一隻 大家都看到了 我要霍利士 我要一隻買來噴火龍 今季出賽兩次都是四班1650 都入三甲 即是賽積不錯 霍利士是比較賽積好的馬 今次的排檔和副榜和上一張 差不多一模一樣 大家看看136場次 是輸給紫塞福星撥的話 是第二 現在同場馬在那場一起跑的 包括二號的信心滿滿 不是 包括中城區 三號的好運寶寶 七號的真錦 八號的雀橋飛道 還有十一號馬 金絲大將 全部都是提下敗仗 但是現在的賠率 是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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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六檔 那檔位不錯 我寫的時候還沒有賠率 我都是寫6至8倍 我想是時候起快 我戒死石馬 還有一件事 記得看這個人跑台 是 因為 看馬獸歡迎 不是 是看霍太太有沒有出現 是嗎 當霍宏星 霍太太會在沙圈露面的時候 他的賠率都很高 無論是騎是否騎霍利時馬房 就是支持他的兒子 到時可以看看 看看寧寧亨的報告 是的 如果寧寧亨告訴你 霍太太一家人都在 噴火龍 那就真是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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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我猜 二進都聯絡到這裡 也有7.8倍 我想真是好問 你說佳運來 其實佳運來也靠樓後追 有6倍多 真是群龍無首 真感我上次有沒有輸 真的這隻馬 嚇死我 有啊 輸了很多錢 兩倍 真感 神經病 怎麼跑去放頭 好了 第二隻馬 我介紹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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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看看可不可以為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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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红衣火旺是$59的次业务 一大业务是红中聂马 神经病 我们的喜进之星现在有10倍 出自我觉得最稳定的马亚房 文家梁 红中聂马有一个优势就是陈佳减7磅放头 其实喜进之星都能够放头 但是他十一档 梁家俊可以的 总之梁家俊撒几步 陈佳不要得到最狠就可以了 他就放头了 看回放头马这场也很少 应该都是喜进之星 希望十一档顺利给他 我想喜进之星骑得凶狠一点就卖了 红中聂马就跟着第二位 红衣火旺就在红中聂马的外面 那我就介绍5号的喜进之星 目前赔率有10倍 以后的孖宝也能借过 噴火龙喜进之星也有1000个孖宝 然后家应精神就跟着在第四位 就是这四个 我脚拖是佳莹精神 红衣熊中聂马 比起冷的大家测试一下 我试一下就但是没事 就是这场提供了 我要喜进之星 梁家俊 文家梁马房 好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simplement会选一个特省 特省太久了 选了很多次了 其實大家看到他的名刺最近幾場都輸得比較厚 分別是跑第11、第10、第13和第11 為什麼這些馬會選擇呢?因為他終於下了巴拿 話說為什麼我喜歡他呢? 因為他在季初9月15日跑一場谷草1200米 追得不錯追得兩段 起步大脫腳 然後直路飛到外府 這樣才輸了四個多馬位 其實他到滿館廳已經過了 最後輸了三場之後 洛斑這次都是用賴海榮 如果用潘頓一定是三倍或四倍的馬力 我也有懷疑他這場也會輸了 留下一次再報四班1650米 但是跟了這麼多場沒理由這次不跟 所以這次也是十二倍 三倍有飛的 有飛了 終於是三倍 因為他之前那幾次有九十幾倍 八十幾倍 二百幾倍 這次十二倍我當你怎樣回 你明天最冷位就是二十倍以內 二十倍以內就是有飛了 那你這次對著這些 你說怕不怕追不到呢? 那你有潘頓放這隻齊生鴻 一定有補足 其實我覺得不用怕 他一開始的跑法一定是 就縮到後面了 那一定大厭門一定是浪漫勇士 不用說了 因為上次都贏得很漂亮 沈集成明天會不會動手呢? 看看沈集成的馬力 咦? 很像樣的 沈集成 大地歡笑大武士大武士我也提供了 浪漫勇士浪漫組合知道必勝 介乎好和不好之間 沈集成是非常穩定的電話師 看看情況吧 有些浪漫勇士在這裏 你說是否浪漫組合配合 也可能 因為其實你看明天蘇惠賢的陣 紅龍、雀橋飛道和特省都頗強的 我就是講了蘇惠賢 希望蘇惠賢就爭一口氣 馬房近來處於回憶期 剛剛贏回馬 剛剛贏回馬 忘記了 總之贏回馬 好厲害 還有一些表現 有講有事都是蘇惠賢的 還有那條Q是正中的 還有超方話 總之我們就介紹這四隻 我做了一隻 都是要繼續試試的特省 好的 我們重複一下 第一隻是你的 鹽鹽鹽 Sorry 那就是蔡漢馬房 毛雲拉劇 第二場呢 我就介紹第四場的第一隻馬 我介紹的就是噴火龍 霍宏星騎 霍利時馬房 接著第五場的 喜進之聲 梁家樽 梁家樽 這個就是梁梁的配搭 沒錯 這個配搭 之後就是特省 大家聽我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蘇惠賢來海榮的 好 接著進入我們三寶場次 首先你要一隻特省 要我特省 然後要什麼呢 浪漫勇士應該要的 如果想中的話 免得斷頭關 我要浪漫勇士 有沒有什麼好介紹 這樣啊 嗯 潘頓騎是什麼 不要啦 氣死 潘頓騎士又獲得 你叫什麼 春風得意 春風得意 這次給了誰 給薛恩騎 18倍 上次莫雷拉劇 這兩次 是不是 上次莫雷拉劇 上次莫雷拉劇 3.5倍跑第七 這次莫雷拉劇 騎了大熱門 春風得意就換了給薛恩 大家就想了 這次莫雷拉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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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莫雷拉劇 上次莫雷拉劇 狀態很漂亮 賣到3.5倍 對嗎 3.5倍 最後就跑第七 全程沒有表現 不知道為什麼在外搭 游啊游啊 我這次莫雷拉劇了一隻大熱門 還要是公眾超級大熱門 浪漫勇士 是 就給薛恩 其實春風得意 然後薛恩 又20倍 大家想一下 你想一下 好第七場 我就覺得那個局就挺有趣了 OK 第七場 那要 加州星球這麼厲害 要旋風飛映先呢 新馬來的 今季插班初出 多少倍呢 37元 37元 即是你要日大熱門生 接著是哪一隻 超日子 超好日子 即是要4號碼超日子 巴道 旅建威馬房 6.3倍 大家都知道我了 我不用選 我當然選一隻馬 全場最高的那隻馬 我要童話 好 21倍 那我明天怎樣都賣一賣一賣童話 說真的 雖然說狀態不夠 但是考了那麼多場 還有你倒開童話也知道了 去得跑開四五場 那些檔案派就來的了 來得一支快符谷 1650擺在頭上 就會拿回來的 希望明天就是那一天 即是童話心目中 我和精神威也會等價 好 我經常都贏 好 唱一唱 我要兩隻 我要600 你要600 共創奔分 上次其實贏得很出色 當然因為 這麼出色的關係 我們也要留意另一隻神之水敵 其實兩隻都是一隻留下一隻放頭 怎麼包都是他們 要那些兩隻先你再選 即是你要600 是 我很尷尬 那我夾八隻 600中間的7 我要田大安 亂在 李森 即是駁去夠冷 還有呂健威 你看也是呂健威的 呂健威動手也是一排 又是那一句 倒呂健威 劉以菲 呂健威很重飛 很準的 好 騎屍王怎麼樣 騎屍王 騎屍王要莫雷拉 莫雷拉 南俱寶 炎炎炎炎炎炎勢勢厲害 在中城區浪漫勢 對呀 其實騎屍王應該會很熱 要莫雷拉 莫雷拉我們不叫提供 總之我們覺得騎屍王開熱 沒什麼藍馬提供 好了 有沒有波玩一下 波呢我今晚應該出不及的這條片 但是我是會買八人摩尼克的大壓 我想要不就買2.5還是3.5 我多數會買2.5 今晚對什麼 幾乎大壓無 其實無關同樣的 但是因為八人摩尼克輸了之後 通常都會反彈 就是這樣 其他歐聯的賽事有沒有什麼提供 今晚不搞了我們說明晚吧 明晚就曼城對巴黎聖日門 國際曼城對沙特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如果憑戰意來看 是沒有需要拼命的場次 因為現在很多都塵埃落定 也沒有什麼邊場可以有什麼特別的戰意 RB內比石有沒有需要有戰意 好像認真一點 對暴魯日 暴魯日也不弱 先看看 我們開個表出來看看 現在RB內比石 分組賽 RB內比石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現在還有2彎踢 RB內比石就得1分 其實他最主要跟暴魯日差1個位踢歐巴 我想所以他這場要贏 因為如果他這場贏了的話 那他就第三位 我正正跟你相反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只有1分 那他今天對暴魯日的暴魯日那麼冷 那如果暴魯日贏了就看看歐巴 那你也要看看哪隊的實力是什麼 當然 對RB內比石沒理由不夠暴魯日 明天晚上就是利物浦對波圖 你剛才說兩場是6分上落 對呀 現在任何隊都可以出線 對呀 但是馬體會都可以的 馬體會在哪裡 馬體會都是對AC米蘭可以一想的 對呀 馬體會對AC米蘭 我就提供這場 馬體會對AC米蘭 那駁馬體會會贏 那盤是什麼呢 半一 半一 1.92 半一 半一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贏1比0的話 就是收1.40 大佬 半一真是一般的 那你可以賣主勝1.61 一般的 放棄 看到盤開半一我就害怕了 你馬體會有多少開到半一呢 對呀 真的有辦法 大家想一想 有辦法 那盤就好像馬體會有辦法 馬體會的戰意一定是很厲害的 對呀 因為經過上個星期之後 我在短時間內 我已經BAC8上萬成了 不能夠的 那天對愛華頓是順利有三 那三顆根本上就不應該入 因為第一球是12馬 第二球就無緣無故後衛踢花球出來 然後中場衝突出 射入了死角很遠的 第三球就是跌跌撞到 Georgetown衝突一下 變成一隻的 沒有一邊是順利組織 即是現在的萬成踢球 在他位置都不停停停停停 我覺得在走過去十月的時候 都挺容易的 一直到達到十一月的初一個星期 都OK的 接著開始難搞 當然啦 難道是讓你一直順暗 所以我覺得是時候他們出招我們就收收 慢慢縮少少住 再靜候下一個出擊的時機 因為一定是你挖一排 我挖一排的 好友一排 淡友一排 都是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就收回來玩一下馬 好 希望大家明天賽馬贏多一點 說明天就算是今天 影片明天出街 好 還有一件事呼籲大家 我們12月1號的亞洲電視網聚 將會在7點半鐘 在上環的全章居舉行 幾件事要說回來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28 星期日28我們就會截止報名 因為不想朋友最後關頭才告訴我來 因為走一走的人數 如果大家還未報名參加亞洲電視網聚 就可以快點報名 就可以去亞洲電視網站 就可以用信用家付錢 下面有一個卡的 你一卡進去就可以直接WhatsApp我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就可以來我們網聚 當然去年7月給了錢的朋友 我也希望你快點找回我 告訴我你那晚來不來 還有希望大家都會在WhatsApp說 你到底打了針沒有 因為一台就要三分二人打了針 一針或以上才可以 不犯法 希望大家會告訴我 記住WhatsApp我常公子 9833-3030 留下你的姓名電話 如果你報名給了錢的 讓我走一走人數 那晚7點半鐘 在上環全張居 大家開開心心和大師聊聊天 搞人妄罪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 有人問我有沒有特別安排 我也想有特別安排 盡力吧 另外有人問有沒有入場券 不用了 總之一切就讓你手裡 跟我的WhatsApp通訊 最穩陣的那個 沒錯 你看到我看到 同手無欺 我看到你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 也有朋友說 會不會有人虛報打針 我真是抱歉 我控制不了 我沒權看你們的針卡 因為這是私隱的問題 總之大家說有 就有了 順利有 我也覺得現在應該有很多朋友打針 因為我現在收到的WhatsApp 大部分都打針 我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些人說 要不要給我看針卡 我覺得沒有需要 我是沒有這樣的權利 我又不是警察 而且就算看也是酒樓看 不關我們舉辦團體事 希望大家到時就踴躍些參加 我們12月1日星期三晚 快活谷夜馬賽事 到時見 很多次都是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你來不來 楊熙 我不知道 還沒打針 對了 楊熙不關 楊熙的身體有些事 還沒打針 我非常想去打針 希望楊熙也會來 一起跑 好 看看 好了 就這樣 希望大家多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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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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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